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一个先方三补儿 一补肾 二补痞 三补肝 补足气血精 越来越年轻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去医院体检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总是觉得精神疲惫 全身乏力 懒得动 腰酸腿疼 头晕眼花 手脚无力 胃口也不好 食欲差 尿皮尿急 液尿多 大便也总是唐膝不成形 总觉得少气无力 精神疲惫不堪 有时候还会觉得两边的邪恶疼痛 口干口苦等等 这些小症状虽然没有危机生命 但其实已经是肾经亏虚 匹失健韵 肝气淤质的表现了 中医上讲 肾是先天之本 人体各个器官都和它有直接的关系 一旦肾虚就会败病重生 脾胃后天之本 人体各个部门的营养气血 由它来制造和输送 肝又主一身气肌 全身的气的流通是否正常 都和肝来决定 所以三个人体最重要的三个脏腑出现了问题 应该闲调哪一个呢 答案是需要整体综合调理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以上症状 今天沈医生推荐的这个股方 虽然只有三味药 但是能补肾 健脾 疏肝 三个脏腑同时调理 让我们荣光 焕发身体健康 精神百倍 这个方子叫做先方三补儿 使用到的三味药分别是 不孤枝 茯苓和墨药 我们先来说不孤枝 这味药主归肾经 可以补肾顾经 温补肾阳 对于肾阳虚弱 导致的怕冷 小便量多 咽尿次数增加等等 可以通过温补肾阳的作用来改善 同时不孤枝 还可以补肾顾经 对于肾虚不顾 肾经失氧 也有很好的作用 然后是浮灵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可以健脾肾失 如果我们脾气虚弱 就会出现蕴化水湿能力下降 表现在我们身上就是湿气重 齿痕重 舌苔厚 大便不成形 所以需要我们健脾肾湿 浮灵还有一个大家不太知道的功能 就是宁心安神 对于身体虚弱导致的心神不宁 晚上睡不好觉 也有很好的作用 最后我们来说墨药 墨药的药性新散可以归肝经 所以对肝气瘀制导致的邪乐脏痛 心情压抑等等 有疏通肝气的作用 而且墨药还可以活血散瘀止痛 如果我们气质时间长了 气肌不能推动身上的血液通畅运行 可能会导致气质血瘀 比如说我们平时有肩颈疼痛 关节疼痛的情况 对于这一点 墨药也可以起到活血止痛的作用 所以先方三补丸 可以匹肾同补 还兼顾到心神的安宁 同时还能疏通肝气 活血化瘀止痛 虽然用药比较简单 但是作用可不简单 你学会了吗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中医讲究千人千方 必须要在医生的辩证下使用 以免加重病情